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工商时报》前瞻一周,带您关注本周国内外财经焦点。 美国本周与通膨相关的数据里,最受关注的是将在12日公布的6月通膨率,外界预期从5月的4%下降至3.6%,核心通膨率从5.3%下降至5.5%。 尽管如此,仍然明显高于Fed的2%目标。 尽管Fed要到月底才举行会议,但前次会议记录显示,Fed高层几乎预期下半年升息可能,让Fed将在12日公布的贺皮书备受关注。 国安基金13日召开第二季例会,将公布半年报。 根据国安基金记报,第一季已实现加评价利益于股息总计83亿元,投资报酬率约15%,自国安基金退场后,台股一度涨过万期,预期上半年收获可能上看300亿元。 财政部10日将公布6月税收统计,预估受到产品销量减少,价格下跌和出口不佳三大因素冲击,制造业营业税表现恐怖佳。 另外,显示股市兴衰指标的证交税税收能否维持红盘,以及房地相关三项税收也将是观察重点。 除全息旺季将在本周进入高峰,190家上市贵公司将进行除全息交易,其中,驱动IC厂联永及代工厂应业达分别将于11日及12日进行除息最受瞩目。 联永第二季动能延续,在618的极单溢柱下,有望较第一季更上层楼。 因叶达在笔电极智慧装置产品的拉货动能,预期都将较上半年增温,伺服器产品也因西比喻供应持续改善,第三季预估有中到高格位数的即增长。 本周进入7月中旬,市场首要关注10日上市贵公司公布的6月营收,尤其是接续第三季传统营运旺季, 如果有部分自产业或个别公司提前接单出货带动业绩表现,有机会吸引短线买盘追价推升股价抗跌或逆势上扬行情。 此外,法说会题材升温,市场也将聚焦在光学龙头大力光13日的法说会上。 另外,被称为周杰伦概念股的巨星传奇上个月突发宣布延迟上市,如今在此招股,发售价每股4.25港币,预计13日在港交所敲锣。 以上是工商时报前瞻一周,谢谢您的收看。